今天的天氣部分 封面通過再加上東北季風增強南下的影響 全臺各地的氣溫 感受到是明顯寒液比較多的 溫度在十八十九度以下 尤其是露夜之後 感受到非常冷的寒液 而降雨的部分 透過雨區預報可以看到 在北部東半部地區 雨量是非常明顯的增多 中南部地區 雲量是比較偏厚的 偶爾會有局部的短暫鎮雨 而這樣的情況 一直到明天的白天 也都是如此 而今天氣象局還發布了大雨特報 尤其是在宜蘭 基隆 還有新北市三個地區的民眾 外出一定要記得攜帶雨具 至於詳細的溫度預測 一起來看 北部地區基隆台北 新北十五到十八度 桃園新竹苗栗十五到二十度 台中彰化南投地區 十六到二十三度多雲的天氣 雲林嘉義台南十五到二十三度 一樣是多雲 南部高坪地區十八到二十六度 東部地區宜蘭花蓮台東 十六到二十四度 也有降雨的機率 外島地區看到是馬祖金門澎湖 十一到二十度 一樣是多雲 好 最後要來提醒大家了 禮拜三之前上半周的天氣 水氣還是比較多的 到了禮拜四的時候 降雨才會趨緩 不過來看到禮拜五的時候 天氣會慢慢地回升 吹東南風的關係 但是整體上天氣還是比較濕冷的 而禮拜天的時候 又會有新的一波封面 來到台灣了 天氣還是非常的不穩定 所以提醒大家 這個禮拜外出 都一定要記得攜帶雨具